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确定就是这 你没记错 大姐 请问原来住在这几户人家都搬到哪去了 你们是从城里来的吧 你们要找哪家 小蕾他们家 哦 他们家 我知道 拆了 这片地方多年前就说要修路 小蕾他们家就俩兄妹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给妹妹十万拆新款 就把妹妹赶出去了 这后来呢 后来啊 小蕾在村里找了另外一个地方 进了一栋小楼 这乡亲妈都说她太快了 把妹妹赶出去 自己就想活了 这小蕾也太不地道了吧 哎 大家都这么觉得 但是才过半年 小蕾就犯了重病 走的时候啊 把房子交给了村委会 她还交代说 如果她妹妹啊 25岁前不回来 就把这房子啊 留给需要的人 如果她妹妹回来了 就把房子留给她妹妹 大家才知道小蕾的用心啊 谢谢你告诉了我们这么多 你是小雅吧 小雅 小雅 我是四姐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以前啊 经常去你家吃饭 四姐 我哥她 癌症 所以她才这么做的吧 原来这么多年 我都错怪我哥了 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走吧 我带你们去村委会 走吧 哥 哎 干嘛呢 我想出去打工 给我200块钱 出去打工 你一个女孩子家出去打什么工啊 在家里 哥眼这里 我都18了 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老是在老家呆着 我腻了 你去哪 去隔壁省城 那好吧 出门在外 注意安全 够给你300块钱 当路费 给100就够了 嗯 你拿着买张票吧 还有啊 跟谁一起去的 到了那 别胡愤 好好工作 熊什么熊 我花的是我哥的钱 又不是你的钱 臭丫头 你哥的钱就是我的钱 怎么着 我花我哥的钱 你也心疼啊 我就知道 你家到我们家 就没安什么好心 哎 你们两个别吵了 哥 我先走了 先别走了 我回屋拿点零食 给你路上吃 就你事多 还管我 我花我哥的钱 你能怎么着 小卡 这2000块钱 还有这封信 我是以你的名义 给他写的 他一个女孩子 出门在外 没钱怎么行啊 我就知道 你心疼他 行 我把他放到袋子里吧 嗯 好 放到袋子里 我去送送他吧 去吧 妹妹 哥给你拿了点零食 你路上吃吧 哥去送送你吧 不用了哥 不用了 我走了 那你路上慢点 到了给我封信啊 知道了 真啰嗦 我这嫂子啊 真不是个好东西 我哥啊 真是瞎了眼 娶了这么个臭女人 我哥也真是的 不给我拿钱 还给我拿些零食 谁吃呀 这是什么呀 那好吧 出门在外 注意安全 哥给你三百块钱 当路费 给一百就够了 嗯 你拿着买张票吧 还有啊 跟谁一起去的 到了那别胡愤 好好工作 凶什么凶 凶什么凶 我花的是我哥的钱 又不是你的钱 臭丫头 你哥的钱就是我的钱 怎么着 我花我哥的钱 你也心疼啊 我就知道 你嫁到我们家 就没安什么好心 唉 你们两个别吵了 嗯 思思啊 你看你这个分饰病 也有很长的时间了 老这样拖着也不行啊 你看看你 现在连走路都走不了了 等会儿啊 我把家里的那几头猪卖了 给你治病 嗯 啊 几年没回来了 这里还是老样子 去看看我哥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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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了 希望要回来了 我这个腿啊 得了风湿好长时间了 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 怎么会这样啊 很疼吗 嫂子 那我哥呢 哦 你哥啊 卖猪去了 说是卖了猪的钱 给我治病 这样啊 嫂子 不用了 现在 我也有出息了 我也挣钱了 我现在啊 有很多钱 嫂子 你这腿病 我给你治 走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慢点 我带你去医院 我现在去医院 你再去医院 你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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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死